这两天有朋友私信我 问我巴厘岛可以潜水吗 就是海水的能见度怎么样 正好今天我预约了一个潜水行程 听说能看到一个二战时期 所遗留下来的美国大城床 叫做自由号 所以也请大家跟着镜头 一起进入我的频道 早上好朋友们 还不到7点 因为今天潜水的地方 要开车两个小时 所以早起 时差还没倒过来 三天了还没倒过来 又有太阳又有雨 我们到了 不过零了一身 然后他们还没到 装备的还在里面 先等他们一下 然后忘了告诉你们 我这几天在巴厘岛呆的位置 是叫做散路 因为这边就是消费更低 就不是像那种巴厘岛的什么景点之类的 那种消费就特别高 金金早上好 我更早 领到了 早上好早上好 早上好 晚安 看到没有 合格潜水员 免责 生命呀 这是中文英文 你的英文呀 这是金金 这是欧飞 不是他教练 走了 忘说了 我的潜水教练 就是金金这里学的 哎呀我们到了 这个应该也是个渔村嘛 这个应该也是个渔村嘛 装备带去那里 然后你们就是穿着配重 三块配重就够了 现在已经沉到18米 所以头呢在18米左右 再给你们介绍呀 这金金就是教练的教练 是叫做课程总监 今天可以潜到30米 哎呦 浪还有点大 往这边下去 哎呦 7200 这水很轻呀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潜水 这次潜水总共有四个人 然后是金金加那个潜岛 还有就是我和另外一位客人 现在我们开始往深的地方潜 这里呢隐隐约约 已经看到了沉床 现在我已经到了这个沉床的床头 是18米3 简单介绍呀这条床 这条床是当地村庄 一个有钱的人 然后占住放入海底 供大家来他这边潜水 这里看到一个烟囱 比较好奇 但不知道是起什么左右的 这里金金就给我比了手势 让我们往这个沉床底下装过去 这里所听到的滴滴的声音 是电脑表提示我 已经超过30米 不能再往下潜了 还有就是像这种沉床潜 一定要找这种非常熟悉的 潜岛或者教练带着你 这里看到了一个佛像 但是里面非常黑 有点恐怖的感觉 现在我所照的位置 是好像有一块空气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好 我就把相机顶了上去看一下 果然上面还流了一点空气 应该是能呼吸吧 我没尝试 然后呢我又看到一个小窗户 我用相机把它伸出去 看外面的风景是怎么样的 床头深度是48米 床尾的深度有将近35米 OK 沉床里面我们已经拍的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要往外游了 在还没下来之前 我认为这条床很小 没想到这条床还是蛮大的 值得一看值得一看 现在我们往浅的地方边游边看 在这里呢我看到了一个口罩 必须把它收下 喜欢水会潜水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把中性狐狸给它学好 这里又看到一个耳屎型的钥匙挂黄 也把它收了吧 我现在所要骑的这些自行车呢 也是人为的 然后供我们这些潜水员拍照啊 还有摄影之类的 本来我想骑一下这自行车 但是我怕我太用力了 把它的这个方向盘给拽坏了 这里看到瓦燕在骑这个摩托车 但是我想呗这个摩托车的方向盘 应该更结实一点 不会像自行车一样的 好像非常脆落 这摩托车的这个排气管还在啊 一看就是125啊 这自行车上的这个是什么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 让我学一下 在气贫还剩60的情况下 我们潜水结束啦 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样 可以啊 很好啊 那那个沉船 老大了 很大 现在第一潜结束了 准备去第二潜 离这里还有半个小时的路 还要开车去 所以把衣服换了一下 等一下车让那个东西出来了 我才给你退在下 到了 现在衣服准备钱啦 已经是第二潜了 第二潜也是看沉床 但是这个沉床更大 超大 是美国打仗的时候遗留下来的 对啊 所以我们就这样 辛苦 辛苦 辛苦也辛苦了 辛苦啊 但是开始潜的时候还是蛮好玩的 好 第二潜开始了 这一潜的位置 是在土南本 然后呢 金金因为有事情 所以让奥菲带着我们潜水 这里让我看到非常惊讶的是 这个花园蔓 它伸出来的长度 约一米多 而且是一大片 奥菲他是新加坡人 也是潜水教练 他的英语 中文 印尼语 都说得非常棒 现在我们已经到达沉床的位置了 你看这个深度 就知道这条床是多大 忘了说一下 潜水的价格是200元一千 现在我看了一下表 床头的深度是15米4 水温30度 忘了跟你们讲了 我的潜水表 在马尔代湖的机场 掉了 所以呢 用这个金金钱店的 这个电脑表 这个马尔代湖的机场 跟我就是八字不合 我的鱼枪跟那个电脑表 全部都在那里掉的 别说别说了 继续潜水 然后这里看到的是叫做海树 也可以叫它海上 非常漂亮 各种各样的 这个也是海树 就是品种不一样 具体什么品种 这两种我也不太懂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 也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告诉我一下 让我长长见识 这以前在巴厘岛呢 也是网红潜点 就非常多人潜水 必须打卡 会潜水的人都会来这 这个海盔非常大 也非常漂亮 所以我拍了一下 我个人认为 在二十多米潜水的位置 如果不用手电去照一下 这拍摄出来的这些画面 就感觉没有那么漂亮 你看这些海树 被我用手电照了一下 就是感觉非常漂亮 小心 对 拍了一包吧 下期北天 你说的 你看到微信吗 美南沐浴 美南沐浴图 美南沐浴图 哎呦 想这种 好 凉潜结束了 现在我们回家 早都喜欢了 忘了说那个结束语 这是不对的 OK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喜欢我的朋友 记得给个点赞 关注 加评论 谢谢